哈喽 大家好 我是鱼凯 我们上次介绍了CVJ的Freedom 一圈四铁售价在两千五百块左右 超级便宜 声音还不错 而这一次 Hi-Fi过网站他们说 CVJ又出了一个新的 要不要玩玩看啊 我说当然要啊 而且我还看到它的封面的时候 我眼睛一亮 说我一定要试试看 就是这个 CVJ的 Kumo 凌云 哦 看到这个封面 哎呀你也搞一个美少女了 大家都来玩这一招就对了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啊还是眼睛 为之一亮啊 真的是啊 马上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么上次的Freedom 单边五个单底 一个洞圈 四个洞铁在里面 而这一次的Kumo 凌云呢 还有八个 八个洞铁在里面 单边哦 两个负责低频 两个负责中频 有四个的部分呢 是去负责高频跟超高频的地方 哇塞也太厉害了 那我们知道CVJ呢 它对料对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在猜测Kumo 所以看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猜它还是卖的 应该是非常便宜 而且呢 我已经有些 拿出来 总是还要先RUNRUN嘛 一拿出来的时候哇塞 哎呦哎呀 我先看到就是 呃 因为有八个单体在里面 所以CVJ呢 老样子还是玩了 可以让你调拨感的 我们后面再来介绍 哇 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听听看 这个单边八个动体的单元 它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好的那我们这次视频呢 因为它有给我们三个不一样的接头 4.4全平衡 3.5MF平衡 还有2.5MF全平衡 那我们有上次Freedom的教训 就是说上了4.4 那整个声音的风配程度 才有灌到那些单体里面 所以呢 我一样就直接上4.4全平衡 才能发挥它所有的实力 你看单边八个动铁单元 你不给它多一点电进去 它怎么驱动得起来嘛 那么上面的拨感呢 我们先全部用它预设的 就是全部往下拨 就是等于说八个动铁单元 我对半砍 我只开四个起来的意思 那么四个起来的声音 我们先试听呢 用ASOBI的IDOL 就要来先测试看 它的低音表现是什么样嘛 一开始就砰的那个声音 诶 没想到对半砍之后 还能有这样的低音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它一开始能量释放 它有做出那个声音的感觉出来 但是呢 你不能奢求它说 低音下浅非常深的 弹性非常多 但是量感 有大部分的带了出来 而听到了 ASOBI人声唱歌的时候 多少呢 我就觉得 诶 还不错诶 人声唱出来的声音呢 你能感受到人声的 它形象感非常清晰 而且呢 一些细节都有表现出来 但是呢 我多少还是有感受到 因为CVJ 它还是一个比较堆料的场上 所以呢 呃 声音的一些圆滑的呈现啊 你还是会稍微感到 嗯 人声的表现 还是有点声音 有一些颗粒感在那里面 所以它并 不会像它这个封面 画能量 就完全是要听女生的声音 反而是 诶 你要去听男生女生 都有不错的表现 整体来说啊 这个 播杆往下播 单体对半卡 你只是玩了它一半的实力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 先从 一号开始播 一号播起来是它的低频的部分 会把另外一个也开起来 一样去听 Nyo Asobi的爱德鲁 一开始那个低能量释放出来 不一样了 本来的感觉就是 啊 可以可以啦 现在变成 哇 它的气势感 那个磅磅的感觉 被带了出来 但是呢 有的是比较那个 形象的感觉 并没有让你有那种弹性 被带出来 所以你能感受到就是 哦 那个量 跟那个宽的 那很强的 力量感有冲出来 但是弹性呢 就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接下来因为要听人声 所以我也把二号播杆 也往上播了上来 二号播杆 走的是中频人声 所以这时候我播上来 一样听 Yo Asobi的爱德鲁 本来没有开的时候 你会感觉 啊 就是 人声没有非常前面嘛 就是平平的 我开起来之后 人声突然亮了起来 你会满意识感到 他人声突然 空点很近在唱歌 哦 这人声一定要开 低频要开 中频人声要开 好样子 那我现在来开第三个 第三号高频 他比较控制的地方呢 大概就是人声 齿音呢 比较刺激那种 这种声音的时候 比较刺激你的耳朵的时候 这种声音 会比较控制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没有开的时候呢 我先听了 YAMA STOROBO 哎 这个这一首歌我就拿来试哦 这个齿音会被刺我 然后先试 没开的时候OK 那我一把它打开 再听一次的时候 噢不行 太亮了 虽然很清楚 没错 对我来讲 太亮 太刺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剥下来 把三号关掉 高频 关掉 少一颗 四号极高频 我大概就感觉 应该就是那个铜把 很清脆 很细小 很微小 那种声音的感觉 应该都是由这边来控制的 那我最喜欢拿哪一首来测呢 我现在都拿那个水星的魔女 RED BIRTH MARK 那这一首呢 就很多会有这个铜把很清脆的声音 那么四号没开的时候 我是感觉 已经还可以了 但是没想到把四号极高频打开之后 这一首歌你会让你更清楚的听到那个 很清脆的背景声 在打这个铜把很小的 哇 那个很漂亮的声音 会更多的呈现出来 但是这一些呈现呢 有些人不希望它太前面 有些人希望它是在背景去敲这种声音 所以呢 这个四号要开不开 我是觉得看个人喜好 以我来讲 我还是会把它打开来 我希望听那个清脆很好听的声音呢 多展现一点出来 那么是听到现在呢 我们先得到第一个小结论 开关怎么开 第一个呢 低频四号开 三号中频开 二号高频不开 一号极高频 我个人会把它打开来呢 我们得到小结论是这样 那这样子结论呢 我是拿来什么 搭配什么呢 搭配我后面这边的 PA-LAB的DA1跟HPA1 它的推力非常的足 而且该有解析能力够 又带一点点暖心的声音有带进来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CVJ的KUMO 凌云 它是全洞铁的 所以我多少还是有感受到 它的声音的圆滑程度 还是没有带的这么的好 就是它本身处理没有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给你八个洞铁了 售价我猜也不会卖很贵 所以呢 多少还有声音声一些调音上 还有可以要进步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玩什么 玩不一样的前端设备 我现在想换换看 Sony的Walkman WM1A Mark II 黑庄二 跟它搭配起来 可以蹦出什么样子 因为我喜欢搭黑庄二 都喜欢听的比较舒服 比较暖了一点点 丰厚程度的时候 我都喜欢拿黑庄二出来听 所以我们现在试听看看 试听完之后呢 没想到跟前面听到的结果 是完全不一样 用黑庄二 我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我四个全部都可以把它打开 像例如我们刚刚说 三号的高频 听Yamala Sto Robo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刺 比较亮的那个 尖刺感觉会比较多 但是到了黑庄 因为黑庄 它的声音就是比较软了一点点 应该说因为它推力不足 所以它比较软了一点点 声音比较细腻了一点点 所以你会感受到说 诶 我听起来 那个尖刺声音 没有那么强了 我反而可以把三号高频的声音 再打开 诶 再多了那一点点 反而是刚刚好的 而且因为用了黑庄二 所以它整体的声音很软 诶 又有那个软厚的声音 带在里面 说我听什么 我Yamala Sto Robo Idol Yu Asobi Idol 然后又听了一些 很亮的声音 诶 没想到听起来都刚刚好了 虽然还是有 那个单体 它的 动体单体 它这个 声音一点感觉 这个是没办法改变 就是它的基底 就是这样 除非它在 在进化 卖更贵的 那现在它的声音 就是这样了 但是我认为 搭到黑庄二 整体来说 声音已经非常非常的棒 单编八个单体 这样子的表现 非常好了 那么售价部分呢 我猜 我公布这部影片的时候 Hi-Fi 逛玩家 应该也要公布它的售价 我猜测 这副应该就是在 6000到7000左右 因为它的这样子的配置 是大概可以达到这个等级 我只是希望 它的 那个人声的圆滑度 就整个声音的程度 再软一点的话 那这一副 就完美了 好的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CVJ的KUMO 真的很好玩 可以让你玩 全部关掉 反正它开开关关 你就可以玩出各种 你不一样的调音 像你看 我前面用了PA-LAB 有一些地方会觉得太强 没关系啊 我把这个开关关下来 就等于好像有点像 那调EQ 但其实你是把一个单体关掉了 它整个就 那个db数就 诶 降了下来 你就会觉得诶 没有那么亮 但反而到了黑张2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够 我再把它打开 诶 它又把它升上来 这非常的好玩 随你去 就随你目前搭配的前端设备 感觉这个不够 我就开嘛 感觉它太掉 太过了 那我就把它关下来 随你的喜好来做调整 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啊 如果有其他方法就是 你可以去调EQ 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EQ调整 它还是有一种 限度存在 因为单体它不怎么说 你把它加到 10db它就可以吹出 10db声音 它有它的一个限度在 但是以这种开关的方式呢 是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玩法 那么KUMO它整体来讲 低频的力道 我是觉得量很足 但是力道那个弹性呢 差了那么一点 那人声的部分呢 我还蛮满意的 就是它可以靠你唱得非常精彩 那你就哇 好亮 但又不会刺耳 如果刺耳 没关系啊 我可以把3号高频的地方 做一点调整 这个时候 你要说刺不刺 那其实用调一下就OK了 那么最后的极高频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开就看你的个人喜好 我个人一定会把它打开 因为我希望把极高频的 更清脆 更透亮上去的声音呢 通通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这副KUMO真的 声音真的不错 跟我前面FREEDER来讲 它整个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已经好像是CVJ的旗舰了 这么便宜 这么入门 还是已经是4号人旗舰了 声音的风格跟调音 还有声音的衔接 已经大不相同了 像我们之前讲FREEDER 它还是有一些小弱点在 因为它是很入门的 可是这个已经是 他们家的旗舰款了 所以声音的调音 都已经到一个一定的水准 那我更期待CVJ 以后会不会更贵 更好的 我很期待它未来的发展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次的开箱 CVJ的KUMO 铃鱼 那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咯 咯